观看这两段素材,看一下你发现了什么 从这两段素材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即使你正对着红蝶,但是红蝶仍然可以通过卡视角等方式飞过来 但是这两段素材又有一点不同 你可以发现红蝶的落地距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通过人类视角可以看到,虽然你点击了回头键 但是当红蝶将自身隐藏于建筑物后面的时候,你的回头键会消失 而此时你因为拉着摇杆,所以你的人物朝向会变成背对红蝶 而这个时候红蝶就可以轻松的飞过来 而第二段素材,人类一直待着不动,盯着回头键 所以说红蝶飞过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检测到了我正在看着它 所以它飞不过来,只飞了很小的单距离,勉强过强 这就是本期视频要教给大家的第一招,看蝶 我们可以发现,当人类点击回头键的时候 人类的头会一直跟着红蝶进行移动 而红蝶此时可以通过左右拉摇杆,或者背对群人者来让群人者出现飞行标志 而这个飞行可以帮助红蝶通过一些较薄的墙体 但是无法通过较厚的,这就是背身飞 所谓看蝶,说白了就是在身上有蝴蝶的情况下,拉开一定距离 使用回头键不要动摇杆,盯着红蝶看 这一招在薄墙区可以让红蝶只能穿过薄墙,不能飞行更大距离 而在矮墙区更是能够急让红蝶飞不过来,请看VCR 这里可以看到,求人者的头也在跟着红蝶行动 而红蝶企图飞行,但是没有飞过来,飞到一半就直接卡回去了 因为这个墙比较厚,所以他飞不过来 当然,这一招也有一定局限性 首先你的距离不能过近,要拉开一到三个闪现的身位,随后保持不动 盯着红蝶,防止红蝶背身,使求人者模型背对着红蝶,让红蝶飞过来 并且墙体最好是低矮的后墙体 如果有高墙体的话,红蝶还是有可能卡视野穿过墙体 太远了也不行,过远的话红蝶还是可以穿过墙体 还有一招就是等蝶,在距离够远的时候给一个向外的假动作 然后但是骑着躲在旁边藏视野,然后趁他扔蝶的时候翻回去 这样就可以进行浪费他一个飞 还有一招就是在市场有蝶的情况下蹲一下贴近板子 这个时候红蝶确实完全飞不了 但是一般来说红蝶有两个解决方法 一个是往远处扔一个蝶,然后直接飞过去打一刀 对吧,要么直接翻,躲他打不到,要么就吃震慑 要么就是直接踩板,因为有的红蝶的话他会带那种快踩什么的 是吧,发现这个时候直接果断踩,你还只能往外转点 但是在这一招其实不推荐用,但是在绝境的时候可以稍微博弈一下 万一博弈了呢,接下来的话进入实战环节 毕竟光收不练假把式来几把7接红蝶实战 这里的话发现尽管有这红蝶,选择直接放板,然后蹭个板坛,直接纯度往前冲 然后再回头看一眼,直接蹦下去 这里的话其实就算被反绕了也不亏 但是如果他没反而的话,这一波就可以拉一个很大的点,属于是一个比较贪的打法 然后回头一看距离很开,选择先不进板 因为周围的板子都没什么好玩的,选择直接拉点 应对红蝶的话,你的阴差有两个用途 要么提前拉点,进优势地形,跟他红蝶蝶进行博弈 要么你就留着,趁他扔蝶的时候,然后反向走位 跟他的蝶蝶走一个相反的走位,然后让他浪费一个蝶 是吧,这一波就比较大胆,比较贪,然后往前冲 这一波的话,OK,也是成功摊到了,因为他这波蝶蝶没有选择飞过来 然后进入这个高墙去博弈,然后在这里空刀,然后再往前面走 这里板子再进行一个放,然后回头直接硬钉,钉,看跌 是吧,他这里他如果飞的话,最多也只是过板而已 我可以玩另一个板子,他直接踩板,我就可以转下一个板 然后接着来玩下一个板,然后接着放 然后继续看跌,或者见他看 是吧,他还是飞不过来,因为我见他看,而且距离合适 它是飞不过来,这个墙非常的厚,然后这边的话 进入一个优势博弈地形,前面的话 就等于说,四波博弈全赢了 拉点博弈,还有这个板旭博弈都赢了 然后这里的话就没什么办法,这里的话,这里就是一个 烈士博弈圈,你看他,是吧,因为我没有办法 听他看,这是一个高墙跟矮墙混杂的地形 他只需要稍微凯而视野 就一刀就飞过来了,就是真的,这种 这种地形是蝴蝶最难受的,对蝴蝶的话 然后这里的话,他的蝴蝶距距离不够,就是说 选择直接翻窗往前面冲,我的板坛窗弹也 好了,直接往前面冲就完了,然后这里的话 鹰叉也好了,选择直接拉鹰叉往前面冲 是吧,前面一个地形,他的蝴蝶飞不过来 然后前面的话,就可以使用 那个等蝶这一招,前面的话,板子 一放,给一个向前窗户走的一个假动作,但是 实际上翻回来,然后翻这个板子,然后 红蝶背货交闪现击倒我,这一步 的话,等于说是签字的非常好,大满贯 OK,这就是主播的必成所学了 希望各位能够融会贯通,不要死板 就融入到你的日常遛鬼中 相信你也能1695红蝶的 喜欢的话,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 主播的话,其实是一个玩作曲的娱乐主播